提醒中老年,早餐补蛋白很重要,多吃这三款早餐,补蛋白增体质,一日之际再淤沉,早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而早晨最重要的便是早餐,只有早餐吃好了,我们才有精神去开启一天的活动。 又有另一句话说,蛋白补得好,少往医院跑,所以早餐要多补蛋白,身体才能更健康,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补充蛋白质尤其重要,因为上了年纪之后,身体器官组织都在衰老,如果蛋白质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,就容易出现各种疾病,所以一定要注意。 那么,当人体缺少蛋白质的时候,身体会有哪些危害呢? 一,缺乏蛋白质,身体会有什么危害? 一,身材瘦小,面色发黄,其实缺乏蛋白质的中老年人是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的,缺乏蛋白质的中老年人整个人的身材会瘦小,面色也会发黄,看起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。 因为蛋白质是肌肉的重要组成部分,如果缺乏蛋白质,肌肉得不到补充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如果是长期缺乏蛋白质,还有可能导致手脚行动不变,严重时还会导致瘫痪,所以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。 二,情绪低落,缺乏蛋白质之后,整个人情绪都会十分低落,不管做什么,都很没有精神,也开心不起来。 这是因为蛋白质参与多巴胺的合成,如果缺乏蛋白质,多巴胺不能及时分泌,整个人就会情绪非常低落。 三,脱发掉发,缺乏蛋白质的中老年人,头发会没有光泽,看起来跟干枯的稻草一样,甚至还会出现脱发掉发的情况。 这是因为,脚质蛋白也是蛋白质的一种,如果人体缺乏蛋白质,脚质蛋白也会随之缺乏。 缺乏脚质蛋白会对头发的强韧性坚固性造成影响,从而导致脱发掉发。 四,免疫力低下,蛋白质不足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,容易生病。 这是因为,人体的免疫反应需要的成分,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,如果缺乏蛋白质。 这些成分不能及时合成,就会导致免疫力下降。 容易生病,生病之后也不容易痊愈。 对于正直壮年的成年人来说,可能只是偶尔生一场病,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身体本身就比较弱。 如果还经常生病的话,只会让身体愈发虚弱,严重时还会影响寿命。 五,记忆力下降。 导致记忆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,脑部疾病,缺乏蛋白质等等,都有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。 很多中老年人遇到记忆力下降问题的时候,都不会往缺乏蛋白质方面想。 只以为是上了年纪而已,大脑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蛋白质构成的。 如果缺乏蛋白质,就会导致大脑衰老,出现记忆力下降等症状。 严重时,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阿尔兹海默症,因此更要小心。 缺乏蛋白质的危害有很多,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更要补充蛋白,增强体质。 但是很多中老年人都不知道,日常怎么吃,要怎么补充蛋白质。 医生提醒,中老年人补蛋白很重要,可以多吃这三款早餐,提高免疫力,对身体更有益。 二,中老年人补蛋白,可以多吃这三款早餐。 早餐如果吃不饱,上午就会很容易饿,但如果是补充了蛋白质类的食物,就不会那么容易饿了。 吃高蛋白食物还可以帮助人体促进新陈代谢,燃烧体内更多的脂肪和热量,还能增强体质和免疫力,对于人体来说,益处非常多。 所以中老年人一定要多吃高蛋白早餐。 高蛋白早餐有很多,医生建议,中老年人可以多吃豆类及豆制品,蛋白质肉类和坚果类的早餐。 第种,豆类及豆制品。 豆类及豆制品中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,并且它们中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,对人体非常有益。 同时,豆类及豆制品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大豆翼黄酮,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人体必须的营养素。 这些营养素对于人体的帮助非常大。 比如说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,缓解便秘。 维生素能预防生病,增强体质等等。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多吃豆类及豆制品,可以提高免疫力,增强体质,所以更要多吃。 除此之外,豆类及豆制品中的钾元素含量也很丰富。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,日常生活中多吃含钾量高的食物,可以辅助降低血压,维持血压平衡。 因此,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豆类及豆制品食物。 豆类及豆制品类食物,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,比如说豆浆、豆腐等等。 中老年人可以每天早上都喝一杯豆浆,补充蛋白质。 对于女性中老年人来说,豆类中含有的大豆翼黄酮可以缓解更年期,预防焦虑,所以也可以多吃一些。 地种,肉类。要说蛋白质含量最丰富的食物,那非肉类莫属,其中更以瘦肉为首。 牛肉、鸡肉、鱼肉等等都含有非常多的蛋白质,中老年人可以适当吃一些。 但是因为肉中还含有很多热量和脂肪,所以医生建议,中老年人吃肉也需要注意量。 不能一次吃太多,否则有可能会起到反效果,影响到血压、血糖和血脂的变化。 吃太多肉还有可能导致肥胖,容易患上其他疾病。 地种,坚果类。 虽然坚果类中的蛋白质并没有豆类极豆制品,肉类中的多,但是也是不容小觑的。 坚果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。 中老年人适当地吃一些坚果,不仅可以补充蛋白质,还能见脑补脑,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坚果美味可口,很多人都喜欢吃,但是坚果类食物中含有丰富的油脂。 如果过量吃,有可能会导致肥胖,所以中老年人在吃坚果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不能过量。 说完了中老年人要多补充的三种蛋白质早餐之后,我们再来说说,这些早餐应当怎么做才最好呢? 三,中老年补充蛋白质量要够,做法要温和。 一,量要够,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最重要的,便是量要够。 上了年纪之后,胃口不如从前,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吃的都比较少。 平时得不到充足的蛋白质补充,自然更容易生病,所以量一定要够。 一般情况下,普通中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约为1.2克1千克体重。 也就是说,以体重60千克为例,那么一天当中就需要72克左右的蛋白质。 其中,优质蛋白,比如说鱼肉、鸡蛋、牛奶、豆类食物等等,种类要丰富。 二,做法要温和。 烹饪方式有很多,有些人喜欢吃烤、炸、煎等比较上火的烹饪方式。 有些人则喜欢炖、蒸、闷等做法比较温和的烹饪方式。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消化系统和咀嚼功能都没有以前好,所以在做法上,也应当选择比较温和的烹饪方式。 如果中老年人咀嚼功能已经特别弱了,可以适当将食物切碎。 竹软竹烂,这样可以更好地进食。 牙口不好的中老年人,则可以把食物做成流食,这样更加方便入口。 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中老年人都适合补充蛋白质的。 对于一些体质比较弱,身材瘦小的中老年人来说,可以多补充一些蛋白质,增强体质。 但如果是患有肾病的中老年人,就应该少吃蛋白质,否则有可能会加重病情。 三,三餐都要吃蛋白质。 虽然我们前面主要说的是早上补充蛋白质的好处,但是要注意,并不是说中老年人只要早餐补充蛋白质就好了,三餐都要吃蛋白质。 早餐,午餐,晚餐,中老年人都要适当地吃一些蛋白质,这样才能全天补充,以防缺乏蛋白质。 四,要慎重补充蛋白粉。 有些中老年人觉得通过吃食物补充蛋白质会比较麻烦,所以会选择服用蛋白粉来补充蛋白质。 但是目前市面上的蛋白粉非常多,大家一定要慎重选择。 有些人以为,蛋白粉价格越高,蛋白质含量就越高,但并不是这样的。 大家在选择购买蛋白粉的时候,一定要看清楚蛋白质含量,看好了再购买。 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是很重要的,但是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,补充蛋白质就不是越多越好了,只要适量即可。 中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,身体本就虚弱,所以要补充蛋白质,强身健体。 除了补充蛋白质之外,中老年人也可以适当运动。 运动对于身体来说,也是有很多好处的。 同时,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。 只有睡觉睡好了,才会让身体免疫力更高。 中老年人也要有体检的好习惯,如果可以的话,尽量每年进行一次体检。 如果身体患有慢性疾病,那么半年体检一次。 体检可以帮助早日发现疾病,这样治疗起来也更加方便,不至于酿酿成大祸。 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,所以要多吃豆类即豆制品、肉类、坚果类食物。 平时也要注意多运动,增强免疫力。